欢迎大家进入交通运输工程英语翻译课程 在上一讲我们了解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 以及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的总则 和交通部分的译写要求 在这一讲中我们将一起学习有关交通公式语的基本知识 即交通公式语的概念是什么 有哪些分类 以及这些公式语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标识的定义 阿斯利·蒙塔古将标识定义为一个具体的表示者 有内在具体的意义 类似于句子又就是这样 做点什么吧 韦斯特的新大学词典 把标识定义为张贴的命令、警告或指示 根据麦考瑞词典1987年版 标识是一种放置在建筑物、街道或类似的地方 带刻字的木板或者空间的 用于传达信息、广告、警告等 朗文丹带英语词典1997年版 将标识定义为公共场所的一张纸或一块金属片 上面有文字或图画 给人们提供信息、警告他们不要做某事等等 看了以上对标识的定义 我们可以给标识做出一个简单的解释 一个标识包含词、和或者图画 这种标识在中文里通常被称为公式语 因为它们出现在公共场所 丁恒奇老师给公式语做出的定义是 公式语是指在公共场所展示的一种语言 具有特殊的交流功能 提供信息和指示 这种语言包括路标、广告、产品手册、旅游指南 宣传材料和公共通告 综合以上各种说法 公式语可以被认为是 含有文字、和或者图片的标识 张贴在公共场所 起到传达某些信息的作用 同样的道理 道路交通公式语 是指在道路交通公共场所中的指示 告示、警示、提示等标识 是一种面向公众 以达到某种交通指示目的的特殊文本 以及图形 道路交通公式语 有很强的信息性、提示性、告知性和警告性 按功能分类 交通公式语可分为信息类公式语 提示性公式语、限制性公式语和强制性公式语 其中、信息性公式语表达服务信息 没有任何限制、强制意味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站点、地名、道站信息等 提示性公式语仅其提示作用 使用广泛、没有任何特质意味 如客满、已受完 请保管好个人物品 限制性公式语对相关公众行为提出限制、约束要求 语言直接了当 但不会使人感到粗暴无理 如紧急通道 请勿将手提物品搁置地上 慢速使出 残疾人通道 强制性公式语要求相关公众必须采取或不得采取某种行动 语言直白、有强制意味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如严禁吸烟、禁止入内、警戒线无超越 交通公式语属于篇章文本类型中的信息类文本 即提供信息是这类文本的主要目的 原文的形式和内容都要服从这一目的 交通公式语注重传递信息、语言简明而要 这主要表现在大量公式语仅使用实词和关键词 大多数公式语通常使用名词词组、起始句、简单句和名字化结构 涉及公共交通设施和服务信息的公式语 多用缩略语或缩略语与词汇维原型混搭的形式 总的来说公式语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但是要请同学们注意的是 绝大多数交通公式语如路标都短于或相当于一个句子 大多数公式语的语言特征确实是简明而要 但是还有一些公式语如公共设施的使用规则 可能是由若干段落组成的详细文件 公式语的翻译主要起到提供信息、便利交集的作用 也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 是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窗口 而在现实中 我们却经常看到公式语的翻译质量并不尽如人意 比较常见的翻译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下一集课我们将展开分析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